他们是一家重组家庭 妹妹硬拉着不情愿哥哥的手 拍下了一家幸福的合照 女孩名叫河南 六岁的时候爸爸就离开他们 父亲留给他们母女一家温泉旅馆 他从小在日本乡下长大 十八岁的时候母亲找了一个韩国人结婚 因为不会说韩语 他一大早就跑到书店找韩语词典 学着用韩语教爸爸 见到继父河南很高兴地打着招呼 继父也很喜欢乖巧懂事的河南 继父这边也有一个儿子叫尹西 比河南大两岁 河南走过去喊她 和她凄凉而空旷的眼神对上时 河南心跳加速 那热情地和她打招呼 允熙却是一言不发 河南有一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看见允熙大冬天地光着脚踩在雪地上 河南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而就是因为这个笑容 温暖了这个男孩冰封的心 允熙哥哥冷冷地走了 可在车上这个冷酷的男孩 还是忍不住看向她 和一家四口来照相馆拍全家 河南热情地拉着不情愿哥哥的手 拍下了幸福的合照 他们正式成为一家人 没过多久妈妈拜托姑妈照顾河南和女婿 并把爸爸留下的旅馆交给姑妈打了 因为他们要去别的地方发展 而姑妈表面上对妈妈一副感恩戴德的女儿 其实她早想把旅馆占为寄业 姑妈离婚后就带着女儿一直寄着在她们家中 而姑妈却是一个独角 早就到处复寨雷雷 她很担心河南妈带婚会把自己打开 看她把旅馆交给自己打了 她高兴得何不容忍 晚上看河南要挤在她们某女房间一起睡 姑妈显得一脸嫌弃 知道河南听不懂韩语 她不停地说着母女俩的坏话 可转头却对河南用意语说着漂亮的嘴 而一旁的玛雅也假装地对平安笑了 晚上允熙一间一间地打开客房 不知道在找些什么 河南怕她打扰到客人 挡在她前面阻止 允熙凶巴巴地瞪着她 河南害怕地看着她 忽然允熙一副痛苦的样子 连忙跳到雪地上 原来她在找卫生间 便她找卫生间 她贴心地用韩语写上去 可哥哥却并不领情 上学的路上 她怕哥哥会迟到 河南挡住她的去路 拿出韩语词典 示意她坐自己的车子 可这个帅酷的哥哥又是一言不发地走 允熙被安排在河南一个班 老师让允熙向同学自我介绍 可她却不理会 静止走向座位坐下 这让老师很无理 同学们都对她的嚣张态度不明 河南站了起来表示她不会日语 她是自己的哥哥 并鼓气勇气地说出自己妈妈在会 上课使允熙一言不发地盯着窗外 不过老师正在上课 静止走了出去 老师大怒 河南把万能词典交给了老师 老师如何叫好 都没能让允熙回来上岁 几个同学拿哥哥寻开心 河南见状连忙阻止 并把哥哥脚上雪擦干净 帮她穿好鞋子 面对河南的善意 哥哥还是很抗拒 使得姑妈因为赌债 要提前把这家旅馆占为基业 正当她要拿爸爸留下的房产时 被进来的河南看见了 河南看见了 河南看见了